白天太陽露臉 但清晨受到強烈的輻射冷卻效應影響 玉山出現零下八點九度低溫 阿里山也降到零下四度 平地清晨最低溫苗栗只有三點九度 新竹而眉四點一度 除了冷空氣的影響之外 還會有輻射冷卻效應 所以形態上來講是各地早晚是非常冷的 那這些溫柴會比較大 在各地都可以出現十度以下 就是在我們的西半部地區 宜蘭花蓮普遍都可以出現十度以下的低溫 寒流持續發威 週末低溫可能更低 面對激動天氣 讓人忍不住要喝點熱飲 吹個暖氣來取暖 但醫生提醒 幾個NG動作千萬要注意 很冷的天 我們就躲去一個熱熱的房間 其實一冷一熱一收一放 就是使你的身體的一些血液 很容易形成血酸 大家聚在一起抽 交感神經 還有一些血管緊收 進出室內及戶外的時候 溫差太大 對心血管患者是大忌 還有人感覺抽煙有助取暖也是錯誤認知 另外大家都會買發熱衣 但有沒有穿對很重要 發熱衣必須要作為接觸皮膚的第一件衣服來穿 才能鎖住人體的水蒸氣 轉化熱能保暖 如果在裡面另外秤一件衣服或是衣服太寬鬆 反而導致保暖效果不佳 喝酒喝熱咖啡也無助保暖 另外有心血管疾病的民眾 記得不要單獨泡湯 因為冷熱溫差 血管容易急速 舒張收縮 引發缺血性中風 靜新聞 劉沛婷 蔡芋茹 採訪報導 要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